在我国历史上 改朝换代时 很多帝王往往都会选择新的独城云独 像交通便利 生产粮食的长安和洛阳 便深受历代帝王的喜爱 很多皇帝都会选择 把这两个城市当成自己的独城 辛亥革命爆发后 普朽的清政府宣布退位 领导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 就提出一个预言 他说 如果中国的国家 国定督伊犁 那就有可能称霸亚洲 历史上的伊犁 又被乾隆皇帝赐名为会员 自清政府于1763年 在伊犁河北岸择地铸城 伊犁便成为了新疆的军事政治中心 然而即使有着小北京之称的伊犁 相较于内地来说仍然很贫穷 交通也不算便利 当时关于理想首都的选择 人们广泛推崇的是武汉 作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 武汉成为赞同最多的城市也不奇怪 不过这并不是孙中山心中理想的地方 孙中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谋本部则武昌 谋藩福则西安 谋大洲则伊犁 意思是想要巩固内陆安稳 首都应该选在武昌 要想好好统治边疆地区 那首都应该选在西安 而要想成为在亚洲更有威望和话语权的国家 则应该定督在伊犁 孙中山为何如此看重 当时还很贫穷 交通也不便利的伊犁 甚至认为它能帮助中国称霸亚洲 主要原因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源自伊犁自身 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 如果定督在伊犁 便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第二个原因则来自伊犁独特的地理位置 伊犁既可以很好的管控国内 也可以更好地掌控亚洲的形势 除此之外 伊犁还拥有优越的贸易口岸资源 便于通商交流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环境太过复杂 孙中山先生这一定督伊犁的想法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太过超前 未能得到实现 然而孙中山先生那独到的国际视野 以及宏大的理想 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谢谢大家 关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